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是意大利最有名的球队之一 自从1908年成立以来 它都在意大利最优秀的甲级联赛中比赛 该俱乐部的主席以及主要拥有者马西莫·莫拉蒂 最近宣布以8700万美元的价格 将俱乐部15%的股权卖给一些中国投资人 体育评论员罗希说 莫拉蒂最主要的石油钻炭以及炼油生意 在利比亚政治纷乱中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那些损失以及欧洲经济危机更加恶化 使得莫拉蒂更难以支撑这个有名却无利润的足球队 比较戏剧化的是在这种情形下 球迷认为一个贫穷的国家仍然可有一个丰富的足球运动 罗希说莫拉蒂至少在亚洲找了两年的资金 我认为不再用一个人单独开动辄2000万3000万5000万的支票 可以让他松一口气 也许他能对未来感到乐观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一个位于米兰的新足球场 将取代国际米兰与AC米兰队共用的圣西罗球场 新球场将由中国国营的中国铁剑公司建造 这也是该公司在欧洲的第一个工程项目 目前的球场每年要花费两个球队大约2000万美元 算起来每个球队要出的租金是1000万美元 显然这个费用应该用于其他方面 让球队运用这些钱来维持其竞争能力 在球迷为意大利足球冠军赛的第一场比赛聚集在米兰时 大部分人对莫拉蒂选择的投资伙伴感到高兴 这绝对是一个极佳的交易选择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像过去一样的企业大亨 能够以一己之力完全负担所有的费用 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做法 我认为就应该这么做 18岁的学生球迷曼纽埃尔也称赞莫拉蒂的选择 欧洲经济正遭逢危机 不过东方国家的经济更为稳定 这将有助于球队发展 球迷也更高兴 国际米兰俱乐部在1908年成立 当时他与AC米兰应对是否允许外国球员加入 持不同立场而分裂 评论员罗希说 这个新的交易符合国际米兰的个性 当时他们说 不 为什么一个足球队不能有外国球员 我们自己也可以成立一个球队 就因为这样他们决定以国际为名 所以对外开放的想法一直都在那里 新的足球场预定将于2017年完工 VOA卫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